好 真好 伯都批18%批成这样子了 不过呢 这个国民党这18%到底要不要改呢 现在说要等到下个礼拜才会有一点点眉目 只有在闭明天的补选吗 马总统下个礼拜三要开记者会公布年金改革的方案 那么今天考试院也办了座谈会 由全序部长张哲春向考试委员们报告改革内容 目前了解这个退休公务员优存利息18%的部分 不会齐头式的砍掉 会纳入牌付条款 也会照顾弱势 而扶院党从下个礼拜开始会对外公布一连串年金改革计划 力拼在农历过年前可以抵定大方向 这个年金制度改革引爆了军公教的退休潮 抢退的人数已经创下了八年来的新高记录 退附基金兼理会公布去年收支状况 发现军公教三类退附基金财务状况都非常的不乐观 以给付支出来这个除以缴费收入的比例来看呢 这个军人最夸张了 也就是呢他们平均每年缴100元 那领走107元 那去年又跳增到118元 这明显就是入不敷出 公务员跟交易人员也是如此 这样的财政怎么得了啊 带你来看 连退休军公教都拦不住 上街头要求自砍福利拼改革 实在是因为年金制度摇摇摆摆 引爆八年来军公教退休潮 退附基金就快吃不消 政府的退附基金 确实是有很严重的一个财务的危机 所以年金的改革一定不能再拖了 要越快越好 再拖下去的话那整个真的会财政破产 财政大黑洞立委不是说说而已 军公教不分哪一类退附基金 财务状况都一年比一年差 以公务员来看 历年来退附基金缴了3500多亿 但给付支出1100多亿 支出处以收入比率32% 教育人员缴了2700多亿 支出1200多亿比率46% 军人总共缴了1100多亿元 但给付820多亿 算下来军人平均每缴费100元 前年领走107元 但去年没缴费100元 可以领走的钱暴增到118元 很明显入不敷出 这一代多领 我们的下一代就少领 我们这一代多花 我们下一代就要多负债 你要叫军公教人员 少领一点钱 那你要给人家足够的尊严跟尊重 你不能把人家当作小偷 当作土匪 好像他抢去我们的钱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 军系立委帮军人教区 国防部也解释 2011年执行精兵政策 平均每年就要砍掉2万人 难免会造成退付基金支出过多 只是领的钱比缴的多 到头来坐吃山空 国库压力 还是得压在全民肩膀上 三连新闻白说 李正道台北采访报道